她是明成族最小的女儿 因长期被驸马拳打脚踢 23岁便香消玉允了 她就是大明公主 常宁 女儿受此欺辱 朱棣怎么不给闺女撑腰 她不爱这个女儿 还是有苦难言 根本无法管呢 今天母鱼军带大家走进明朝 看看发生了什么 常宁公主被驸马欺负 不是没有在朱棣面前哭诉过 她甚至跪在父皇面前 希望父皇好好管教一下驸马 可是面对女儿的哭诉 朱棣却不是立马召见驸马教育 反而教育其女儿常宁公主 教育她嫁为人妻了 很多事情要学会自己忍耐 常宁公主很不理解 父皇从小疼爱自己 为什么她出嫁受了欺负 父皇却不为自己撑腰了 常宁公主哭着离开了皇宫 回到让她饱受折磨的幕府 因为长期压抑自己 时不时还要遭到丈夫家暴 常宁公主出嫁第五年就去世了 女儿死后朱棣又痛哭不已 那既然如此 朱棣当初为啥对女儿的遭遇视而不见呢 这还要从朱棣坐上皇位前的1386年说起 这一年常宁公主出生了 她出生的时候 朱棣还是个藩王 常宁公主不是朱棣的嫡女 但是因为她是朱棣最小的女儿 所以得到的宠爱格外多 常宁公主虽然是被宠爱着长大 却不是个刁蛮公主 反而性格极好 做事说话都谦逊有理 朱棣很喜欢这个女儿 她坐上皇位后 就将小女儿给封为了常宁公主 在常宁公主被封公主一个月后 便被朱棣指婚给了穆辛 她是西平侯穆英的儿子 穆家家世显赫 常宁公主嫁过去不算委屈 面对父皇的指婚 常宁公主无法拒绝 她带着憧憬嫁到了穆家 可是成亲之后却过得无比憋屈 驸马穆辛无法无天 只要不高兴就会打骂常宁 朱棣知道女儿的遭遇后 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开选女儿要学会忍耐 朱棣不是不想为女儿撑腰 她也是无可奈何 都知道朱棣的皇位是篡位而来 公元1402年 朱棣破南京城 坐上了明朝的皇位 因为他得位不正 皇位不太好稳固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朱棣先是一一安抚 那些被建文帝打压过的藩王 藩王中实力较强的 就有驻守在云南的穆家 为了得到穆家的支持 朱棣用最直接的联姻方式 常宁公主就成了皇家和穆家的纽带 那常宁公主嫁到穆家后 等待着她的是什么日子呢 她嫁的穆辛是西平侯穆英的六子 在穆家很受重视 朱棣本以为事态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此后穆辛得到重用 被封为驸马都尉 还多次受到朱棣的任命 朱棣对穆辛很亲厚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亲父子 穆辛对朱棣也是非常孝顺 还曾挑选了两位才艺绝佳的歌女 送到皇宫给岳父朱棣献议 因为两位歌女唱得好 朱棣经常让他们唱曲 可后来有一天 朱棣吃饭时想听曲了 便命人让其献议 可照了很久都不见人来 后来朱棣才知道 那两个歌女被穆辛用铜锥打死了 驸马打死两个歌女 朱棣没太在意 但后来常宁公主回来看望朱棣 叫公主一到她的眼前就开始哭泣 朱棣抱着安慰了很久 才知道公主被穆辛用铜锥打了 朱棣很是心疼 她也非常的气愤 按理来说 驸马殴打公主就是挑战皇家威严 驸马穆辛应该被叫来问责 然后被朱棣狠狠惩罚一顿 可事实却是 朱棣虽然气愤 但是没有对穆辛做出任何惩罚 常宁公主哭诉完就没有之后了 驸马穆辛见自己做下殴打公主的事 却没受到惩罚 便越发大胆 之后对常宁公主越来越差劲 面对无法无天的丈夫 常宁公主曾尝试规劝过 可她的规劝不起一点作用 还与驸马穆辛争吵不断 两人吵极了 驸马穆辛就要对常宁公主动手 在夫家受尽委屈的常宁公主 到父皇朱棣面前哭诉 朱棣每次都是口头安慰 却从来不给女儿撑腰 见常宁公主每次失望而归 驸马穆辛安息 觉得岳父不会把她怎么样 所以穆辛越来越嚣张 她不想面对无趣的常宁公主 竟在外面寻花问柳 惹出些莹莹艳艳艳 让常宁公主生气 这些也就算了 驸马穆辛在外边受了气 回到家就把气都撒在 妻子常宁公主身上 对从小养尊处优的公主全打脚踢 半点夫妻情分都不顾 常宁公主被打后 没有再到父皇面前哭诉 她对父皇朱棣已经失望了 常宁公主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小孩 明明父亲是皇帝 却没有半点依靠 她在穆家忍气吞声 这样长久下去 常宁公主的精神出了问题 她心情沉闷 对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精神状态逐渐影响她的身体 常宁公主身体和心灵上 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23岁那年 她坚持不住了 带着恨离开了人世 常宁公主的遭遇太凄惨了 人生毁在婚姻上 想要逃离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常宁公主死后 父皇朱棣是怎么做的呢 失去了女儿 罪魁祸首明明就在那儿 朱棣应该为女儿讨回公道 但她没有这样做 不仅没有处置驸马沐心 还依旧重用沐心 朱棣究竟害怕些什么 连女儿的死都不能让她 处置驸马沐心 原因就是啊 驸马沐心的父亲沐英 和朱棣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众所周知 朱元璋有很多儿子 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收养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驸马沐心的父亲 慕英 慕英虽是养子 但从小在马皇后身边长大 马皇后呢 将其当成亲儿子养 朱棣也是马皇后所生 从小和慕英兄弟关系很好 慕英长大后 也没有辜负朱元璋和马皇后 对他的期望 他骁勇善战 对朱元璋忠心无二 慕英还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 是难得的将才 朱元璋很器重慕英 天下稳定后 慕英被封为了西平侯 朱元璋因为信任这个养子 让他去镇守云南 慕英呢 便在云南扎根 之后便有了实力强劲的云南慕家 可是慕英没有福气 48岁就去世了 朱元璋得知养子的死讯 伤心难过了好几天 后来他追封慕英为乾宁王 还为其办了风光的葬礼 慕英去世后 他的六子慕心承袭了父亲的威子 慕家因为长期扎根在云南 在云南有很大的影响力 慕心掌管了慕家 朱蒂坐上皇位后 想要拉拢云南慕家 就要拉拢慕心 慕心和他的父亲慕英 可完全不一样 朱蒂深知慕心的为人 不能靠打压得到慕家势力 只能靠讨好 所以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 嫁给了慕心 有些人问 为什么朱蒂不将其他女儿 嫁给慕心 非要嫁小女儿常宁呢 一是其他女儿都出嫁了 代嫁的就只有常宁 还有人说 可以任一个养女嫁给慕心 这样自己的女儿就不会受苦了 但是慕家不傻呀 一个养女怎么能够起到扭带作用 常宁公主是朱蒂最疼爱的女儿 将其嫁过去才能够达到效果 表示她朱蒂对慕家的重视 诚意到位了 慕家的势力自然也就为自己所用了 所以常宁公主在夫家受尽欺负 朱蒂只是安慰 却不敢为女儿讨公道 都是因为朱蒂考虑到慕家势力 还有对兄长慕英的情谊 要是为了女儿公然处置了女婿慕心 那慕家和皇家的联姻就会受到影响 朱蒂的皇位本就坐不稳 慕家的支持一定要维系住 所以朱蒂只能苦了女儿 她知道女儿的遭遇却视而不见 心中也很痛苦 就算女儿死了 她也不能为其讨公道 都羡慕皇帝权大势大 有些时候他们也很无能 权力大又怎么样 保护不了自己想保护的人 说到底 女儿还是没有江山重要 对于常宁公主的一生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宁恐惑的 下宁 二十六半